还有一些跟工作部相关 包含就是说复制、删除 像刚刚讲的这个地方7-3的第4页 那各位可以看到7-3下面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公司里面还有就是说 要存成那个2003 因为有些可能还有旧的版本 那你可以用SafeS 其实这边的话主要就是 会跳出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对话方块 会问你说你的目录在哪里 所以你就不需要说一定要特别指定 那另外还有一个范例我觉得还蛮常用到 就是CSV 也就这个范例 就是说你们可以从这个Safe到EndSafe 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假设贴到那个问题007里面好了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需求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这个假班到 骃班每一个这个工作表就存一个工作 不存一个CSV档 也就是这个假班就是假班点CSV 以班就以班点CSV 一直到骃班 骃班点CSV 也就是说一个工作表就帮我存一个CSV档 那怎么做 其实这边的话就有个参考的范例 那你可以把它贴到你的这个模组里面 OK 就是工作表存成活跃部 然后后面有一个File Dialog 然后底线CSV 那这个我把它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它会执行的话 它会天跳浏览 那浏览意思说你要存在哪个目录里面 所以呢我就把它存在 比如说桌面上面的VBA好了 这个目录 然后按确定 那第二个的话你会发现 它就程式一直跑了 它在跑 也就是说啦 你先指定一个目录 那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我的工作表的每一个 这个工作表一个一个就存一个档 OK 那你会按存完之后的话就完成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 在桌面上面这个目录 那就有CSV档 总共十 总共十二个 OK 总共十三个 OK 那这里面的话 实际上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Save as 的一个方法 那后面只要给它路径 斜线的话就是目录底下的资料 记得这个一定要加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反斜线的话 那就会出错 OK 那后面的话就是目前的名称 加上什么样的格式 那假如说你要再存成 不是不只是CSV你要存成别的格式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游标放在Save as上面按F1 那一样它会挑一些说明 那这里的话 Save as 居然找不到 看一下Save as Active 把它按F1 这个或者可以针对Excel 是不是说可以针对我们Excel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理论上在我还是说之前的版本是有了 按F1之后它会跳出来 还是说它这个可能再找一下下 里面的话其实如果有的话你们试试看你们的版本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存档的格式 后面就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部分就是说你要存哪一种类型 你可以去修改这个参数 我看一下或者按这边Excel 这个是没有的 或者是我用那个Wordbook 其实这边的话我再找找看好了 理论上这个地方是有 Wordbook加S看一下 或者从Wordbook里面找找看 这边有Wordbook 那Wordbook里面的话 就会有个Save as的方法 所以你们或许可以从这边 Wordbook里面 再去找找看它里面的其他方法 就是包含Save as 这边应该可以再找找看 那这里的话就提供给各位参考 待会的话请各位再帮我看一下 就是第八个单元 第八个单元里面的话 那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 就是有关图表的绘制 那前面的话我们有很多表格 其实那个表格的资料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各位可以开启 这个8-1这边有一个Excel档 你可以把这个Excel档先下载好了 这边有一个Excel档 制作图表 其实主要是这个档案 你可以把它直接按右键算了 右键然后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下载之后把它打开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针对这个资料 帮我绘制两个图表形态 一个是针对这个资料 帮我绘制各个分店的直条图 绘制的位置也许放在这边好了 OK大概这样 然后再绘制一个所谓的圆形图 我要想要看比例 一个是看数量 一个是看比例 有点类似像这样 然后底下这边其实有个说明 制作图表1 各分店的业绩 那我希望 当然这边当然有很多做法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再去修改 可是录制聚集下来的话 有哪些地方是修改的重点 这才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我希望以后绘制图表 就不用说还要一个一个的 再去帮我把它绘制出来 那比如说将来 我假设希望说我有大量的图表 我希望跑个回圈 就自动全部的图表都帮我绘制出来 有点像是制作那个所谓的Dashboard 就是像Power BI 或者是说其他的Table 有些软体它可以画图表 那怎么样绘制像这边 我们假设希望旁边放一个 这个什么各分店的直条图 那位置我又指定 宽度高度我指定 然后呢圆形图怎么绘制 OK 那这边的话请各位先看一下 那个第八之一的部分 那另外七之三的部分 另存心档 这才会看一下